这一节我们介绍Scoop这样的一个开源工具 Scoop它是SQL to Hadoop的一个缩写 从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到 它是在传统的关系数据库系统和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之间 它形成了一个桥梁 也就是说传统的像MySQL Oracle Database这样的一个关系数据库系统 比如说HDFS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Hadoop平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或者Hadoop平台里面的HBase这样的数据库系统 或者Hive这样的数据仓库里面进行数据采集 或者是把这个Hadoop文件系统里的数据 再导到传统的这个数据库系统里头来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Scoop这个工具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因为它既然是一个桥梁 桥梁就是可以走过去也可以走过来 所以我们从下面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Import有一个Export 有这样两个功能 那Scoop它的底层是通过MapReduce程序 是实现了数据的传输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Scoop它把SQL到Hadoop的这个数据的传输 这个过程是通过MapReduce程序去实现的 那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MapReduce程序 那MapReduce程序去实现它就保证了有很高的这个并行度 可以并行的去处理这个数据的传输过程 而且本身MapReduce框架也有很好的这个容错功能 所以保证这个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这个高的容错率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就是从MapReduce数据库 把数据通过Scoop来import到HDFS里头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只需要提供这么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TargetDR就是这个HDFS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我们要保存的这个路径 然后这里要指定Table 就指定传统的这个数据库系统里面 它是把哪个表的数据导出来 导到这个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里头去 然后这个例子就是从Messico去把数据导到Hive里面去 这个例子的数据将会存储在Hive默认的这个仓库文件夹里面 然后这个例子是从Messico把数据传输到HBase数据库里头来 提供的参数也就是这个和HBase相关的这几个参数 那后面底下这个是HBaseCreateTable 那就是传进来的时候顺便要创建这个表 然后这个例子是把HDFS里的数据 然后再导出导出到这个Messico数据库系统里头去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和前面那几个例子一样 就是第一个参数肯定都是要指定这个数据库连接 第二个参数你要指定这个表名 第三个参数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下面呢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目标表 就是你要从HDFS导出到Messico的时候 这个Messico里面这个目标的数据表必须是已经建好的 那我们看到就是通过这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利用这个Scoop可以很方便的在这种传统数据库系统 和Hadoop平台的这些数据存储系统里面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交互 我们就介绍这些 我们就应该看到了一只核发生了一只核发生的相互 可疗 这些�tez子怎么看 我还能看到你 我赶行 我真的没有